大家好,我是劉家厨房的劉俊 我们一向都很支持本地的农业 而且觉得在这个地方生产的一些农作物 食材自己吃下去会有感情一点的 一个好吃的萝卜糕 首先要有足够的萝卜在里面 里面有四成半至五成都是萝卜 特别是手切成一条条的萝卜去做的萝卜糕 所以吃下去每一口都有清香的萝卜 我们就采用这个日本的昆布和鲸鱼去做一个汤底 有鲜味但是又不会说好霸道或太咸 加上一些切到很小的一些腊肉和腊肠 就带到浸浸的鲜味 那么去到煎萝卜 最重要就是不要太大火 最重要就是有耐性 慢慢细火 如果大家用二结锅 其实就加少少油 之后放萝卜糕上去 就其实不需要怎么去移动萝卜糕了 就慢火 等它大概三分钟左右 就反转另一面煎 就已经很漂亮